说起林志颖 想必许多小伙伴都非常的熟悉 他曾以一人之力对抗四大天王 出道两个月就红遍全亚洲 因为成名太快 还被送文亚洲小旋风的称号 可见林志颖的实力有多强 众所周知 年轻的时候林志颖参演过不少经典的影视作品 比如旋风小字 绝代双胶 放羊的星星 天龙八部等等 直至现在都让人难以忘怀 虽然如今他出演的影视剧越来越少 但他也从未离开过我们的视线 林志颖除了演员 歌手 赛车手 企业家等众多头衔外 还有一个让人羡慕的雅号 布老男神 林志颖的长相非常帅气 而且很有辨识度 即使是放在如今的娱乐圈当中 他的颜值也是能力压一众小鲜肉的 虽然已经快步入50岁了 但却依旧永保青春 还像28岁那样帅气 没有老去的痕迹 当然 林志颖也是一个特别直帅简单乐于助人的人 性格比较善良 没有明星的架子 所以很多人在平时生活中都十分喜欢与他相处 时间飞快 现在的林志颖已经是三个娃的爸爸了 与妻子陈若仪也一直幸福约爱 大家都知道 林志颖和陈若仪是通过一次合照 感情就奇妙地诞生了 当年还是林志颖对陈若仪一见钟情 后通过朋友去要联系方式 认识了解之后最后相爱 有了爱情的结晶后半婚礼 如今的两人感情很好 再加上有三个宝贝儿子 感情生活更是充实快乐 爱情是留给勇敢追求的人的 那些只幻想站在原地不动等待王子出现迎接爱情的人 爱情是永远不会降临的 现在的陈若仪和林志颖也喜欢在社交平台账号上分享自己儿子们的点点滴滴 而就在早前 林志颖就曾晒出一张照片 展示了双胞胎儿子一起出去买面包的场景 林志颖的双胞胎兄弟从小就对面包情有独钟 这让人倍感有趣 陈若仪还曾分享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讲述了两个儿子在拿到面包的时候的激动场景 他们紧紧地抓住面包 击打得胜的笑容 让他们的五官好像都挤到了一起 据林志颖的妻子透露 其中一个哥哥甚至迫不及待地摇起了面包袋子 只为能尽快享受美味 而为了满足孩子们的一点小愿望 爸爸林志颖可谓是烟宠有家 他深知孩子们最爱的面包口味 于是此次特地带上双胞胎儿子去自主挑选 林志颖还舍不得不分享了两个小家伙的照片 如今的他们已经四岁了 身穿一模一样的衣服 认真地挑选着自己心意的面包 这一幕真的是充满着聪明与可爱的背影 在林志颖的照片中 面包没有进行任何的打麻处理 这一举动引来不少网友们的热议 因为这些面包的价格全部一两无遗 令人惊喜的是 这些面包的价格并没有达到想象中的高昂 而是普通面包的价格 大多在50元以下 这不禁让人重新审视林志颖 明星身份之下 他并没有大肆奢侈地给孩子们购买昂贵的物品 反而选择了平凡的面包 体现了一种朴实和平凡的家庭观念 好啦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喜欢的留下爱心和关注吧